我已經懷胎了 是兒子還是女兒 遲些照超星波告訴你吧 明天是6月7日 即是端午節到了 端午節出名是什麼 爬龍舟啊 食粽啊 一講個食字 然後人舔多幾下 食食食食食食 而今天我決定拍一集 大胃王挑戰 食一些超巨型的粽 我去過超市看過有很多不同的粽 其中最大就是果精粽 大家猜猜有多大 300g NO 400g NO 500g 600g 700g NO 800g NO 是900多g的果精粽 100g 938g 差不多1kg那麼重 而看我們平常吃的普通的鹹肉粽 就只有0.269kg 差不多等於4個鹹肉粽 才等於一個超巨型的果精粽 既然端午節是6月7日 今次我要挑戰 6分鐘7秒吃完果精粽 1kg 比拳頭還大 拳頭也算大 現在馬上蒸了它 蒸40分鐘 嘩 蒸這麼久 蒸完啊 嘩 這公斤大腫 嘩 蒸完更重了 嘩 香噴噴的腫 BROWNIE引了出來 這隻腫 嘩 嘩 嘩 BROWNIE要出來爬龍舟 嘩 好香河葉味啊 嘩 馬上肚餓 我是未吃晚餐的 我是特意堅持肚 看看能否挑戰到 嘩 嘩 這個腫子真是 先來解剖一下它裡面 看看什麼料 嘩 看得到金布 它就說材料有豬肉糯米 邊綠豆 二頭烏金華火腿 鹹蛋黃 冬菇瑤柱 蝦乾 蓮子 嘩 這樣打開 目測其實材料都很多 你看到很多蓮子 然後蝦乾就應該是這條 超大的蝦乾 好 先把節省 6分7秒 希望我成功 Ready 好大個瑤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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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個肥柱 哇 放了肥柱 鹹蛋黃就出了 差不多一分鐘了 還有四分鐘 一公斤的肥柱 一公斤的肥柱 好大個冬菇 這肥柱真的好飽 因為現在開始飽飽了 哇 還有糯米 下來了 繼續 我已經差不多吃了一半 四分四十票 哇 MUFFIN加油 輕鬆啊 不過去到底 糯米比較濕 所以比較難咬 如果沒有一開油那麼快 3 4 5 5 6 7秒 吃完 7秒 吃完 7秒 吃完 吃得有點污味 因為糯米很黏 很難可以把整塊荷葉 每一粒半粒糯米都淋了 但是 整個粽呢 我已經把它燒掉了 但是我感覺到很飽 嘩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拍之前覺得自己一定沒可能六分鐘完成 我的胃現在真的變大胃 你千萬不要踩到我肚子裡 肚子裡 肚子裡 我肚子裡的 我肚子裡突起半個月球 按下去 這樣了 吃就吃完了 挑戰就成功 大家不需要像我這麼急忙 這樣吃一隻粽的 大家可以分享 和家人一起吃 開開心心地吃一隻粽 放心吧今晚我還會和媽子一起開心再吃粽 所以我今天三餐都應該 看來我現在要消化才可以站起來 我現在已經動不了 那就下集再見吧 露了半個半圓出來 希望… 它踢我 我的胃很痛